B5快樂 這次又不說那麼多廢話 因為我要馬上帶大家去看看 這裡會飄移的龍雪 爬龍船會飄移的 在佛山南海就有看了 L和S彎 撐著龍船在頂彎 其餘的龍船飄移 是整個廣東乃至全中國 在段期間最特別的存在 因為佛山水道轉過來 接駕就會產生很多小小的滋樓 而這裡的村民 小小代代都是餐廳仔出門 你知道餐廳仔 肯定會在這裡玩玩 而且這裡的人 有時有志很喜歡泡龍船 所以整整整就乾脆用龍船 飄移在彎 而且這裡用的龍船 都是傳統龍 你看看多長的龍船 在這麼窄的水道飄起來 嘩!這裡多酷 很酷 不過有時候會比頭 因為這裡的彎位太窄 有時一句不小心就要反擊 而且很多時候 比賽時快的時候 直接撞上去 在那些石頭 其實不見了龍頭龍尾 是蛇人出現的 其實不見了龍頭龍尾 是蛇人出現的 叫做宗教 因為疫情原因 今年的端午 這裡的村子 就只運去當地的村民 或者南海貴城五夕的人 來看 其他人是不用進來的 你們家下看到的畫面 其實是兩晚之前 這裡最後一次遇到的畫面 你看看 多虛狠 在聖堂村這麼小的地方 這裡 就逼了一千多兩次人 你看看 多誇張 其實這個龍船 是近十年八年 才被港佛地區以外 有人發現的 那時候沒有疫情 每逢端午 基本上是一大波的外地人 都在那裡臭鬧 那時候看到的場面 是比較誇張很多的 你可能連站在那裡也不能站在那裡 你如果想浸著水泡 下水那裡看 可能也沒有粉 因為下面已經是 擠滿那些小船 因為當地的村民 是直接下水那裡看的 而且之前幾年 央視都會過來 整個賽事 可以看得出 其實這個龍船飄魚 是很受注目的 好 這次就說到這裡 剩下的時間 各位慢慢看 記得分享 點贊 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為我們 有些燈 對 因為 我 這些 跟 有些燈 反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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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